再来关注2020珠峰高程测量 5月27号上午11点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8名攻顶队员成功从北坡 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 当天下午1点半 测量登山队从珠峰峰顶开始下撤 经过近一天半的时间 昨天晚上8点45分 登山队的全体队员安全下撤到了 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8人身体状态良好 相关观测数据也一并带回 这也标志着这一次测量的 登顶测量阶段圆满结束 这里是珠峰大本营 通往珠峰的这一条近山路 大家看我身后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的英雄们 正在回到大本营 他们今天已经安全地凯旋了 他们今天最远的三位队员 是从海拔7028的营地下到这里的 而大部分队员是从海拔6500的营地下到这里的 经过了整整一天的跋涉 我们看他们还是整齐地排成一列纵队 正在向我们走来 走在第一位的是赤裸队长 本次登山队在峰顶的停留时间达到了150分钟 创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的最长新记录 这次是主要是我们要在顶峰进行测量 精确地测出珠峰的高度 跟以往的这个登山的任务不一样 直到我们大本营说结束 不管两个小时 哪怕是可能五六个小时一定要待 今年的珠峰高程测量 由于天气因素影响 登山队克服重重困难 经历了三次冲顶才最终成功 为保证最终的测量数据准确 队员们在攀登过程中精心地保管设备 在峰顶进行了多项精密测量 然后第一我们上的7790狂风大作 我们那天晚上将近十一季风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基本上不敢睡觉 然后用双手抵着帐篷都感觉帐篷要跑的 就是整个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恶劣些 第二个就是这次国家任务 然后我们上去不仅仅是登顶 我们作为登山运动员可能登顶非常容易 但是你要在闪在顶分上完成测量 那我们还是第一次